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戴着一顶黑色帽子 看着很是清爽帅气 在上台阶的时候 一位穿着黑色裙子的女生 突然伸手拽住了陈哲远的衬衫 直到走完台阶才放开手 这个亲密的举动立马引起了网友们猜测纷纷 不少网友都猜测陈哲远谈恋爱了 作为兼具颜值与演技的偶像艺人 陈哲远的人气不容小觑 前段时间 陈哲远刚是凭借一步 暗阁里的秘密人气大涨 在剧中上演 校服杀 全凡无数 仗像精致 少年感满满的陈哲远饰演起《校园男神》 这一类角色来得心应手 让不少观众为之着迷 许多女生更是将其失作 梦想中的男朋友 即便电视剧已经收官多时 但仍有无数女生沉浸在她的魅力中 无法自拔 可想而知 陈哲远旅有粉的数量不少 这样的陈哲远一旦传出 踏方消息 想必会有不少粉丝伤心欲绝 而且 现在正是和赵露丝刑剧热播期间啊 话说陈哲远恋情闹得最凶的一次 就是和梁宝林了 粉丝们都认真嫂子呢 陈哲远跟梁宝林的恋情 从2018年开始就有苗头了 2018年8月30日 梁宝林在社交平台发文 称自己很期待去耐良看路 9月11日 陈哲远就在微博晒出了 自己在耐良看路的照片 还比星星哦 肯定有很多人说这就是巧合 但是要知道 9月11日可是梁宝林的生日 这要真是巧合那可太巧了吧 2020年3月16日 梁宝林在微博 博了自己的九宫格照片 分享了自己看电影的日常 几乎是同一时间 陈哲远的豆瓣账号也晒出了 他自己这两部电影的观后感 这两人也不藏着业障 生怕大家不知道 他俩一起看了 两部电影一样 2021年4月11号 陈哲远在微博 发了自己出海钓鱼的Blog 隔了两天 梁宝林就晒了同款 那条鱼和那艘船就很眼熟啊 同时陈哲远的战姐还透露 今年9月10日 陈哲远下班之后 衣服都没换 就过不及待的出去玩了 陈哲远不愧是青春校园剧标准男主 带着女孩子夜游横电 也是很浪漫了 而且第二天 刚好又撞上了梁宝林的生日 9月11日 9月12日 陈哲远都没有安排工作行程 生日过完刚露脸 就有战姐放出了陈哲远脖子上 有红印子的路透图 粉丝解释 自家哥哥那是被蚊子咬的 但是这解释能有几个人信 可就不知道了 最最最最最最时的锤还在后面 11月29日 梁宝林发了一条抖音 还点赞了一条 这是真嫂子的评论 同时还在小红书回复了 关于陈哲远的评论 这已经算是正主下场 亲自回应恋情了吧 很多人好奇 为什么说她是真嫂子 陈哲远2015年参加选秀 成功组团出道 她男团的路 没走多久就转型当演员了 跟梁宝林也正是因为2018年 合作了鼠山战绩二踏火行哥才认识 不过因为梁宝林太胡了 几乎没有人知道 她跟陈哲远曾经有过交集 即使网友们之所以一看到 有年轻偶像与异性举止亲密就网 她方 那方面想 是因为娱乐圈中偶像爱豆她房的 先例 数不胜数 如今偶像爱豆她房的几率 也是越来越高了 又辜负粉丝的喜欢 只顾着自己享受经常爆出 恋爱消息的偶像爱豆 自然也有专心搞事业的 勤奋努力型的偶像爱豆 曾哲远就是一位 事业心极强的偶像艺人 出道多年很少传出绯闻 一直解身自好 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一大批 此心塌地支持着她的粉丝 陈哲远曾透露过 自己暂时不想谈恋爱的原因 一是因为陈哲远称自己谈恋爱的话 在感情生活中和工作上的经历很难分配好 很可能会因此影响到自己的工作 这对于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陈哲远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因此陈哲远觉得现在谈恋爱 是没有必要的 二是因为陈哲远不想辜负粉丝对她的喜欢 陈哲远曾在采访中透露 以为粉丝对自己太好了 一想到粉丝就不好意思去谈恋爱 陈哲远叹言 即使我每次想到粉丝 就会很疑惑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一个人 他们喜欢我的程度 让我都不好意思去谈恋爱 不得不说 陈哲远真是 人间清醒 懂得照顾粉丝的感受 而且最近网上还评选出 入围四大代曝男演员 一开始是豆瓣小组的成员 提名了几位资源好 有顶流潜志的男明星 组称代曝小分队 后来这份名单被搬运到微博 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讨论 在网友眼中 张婉毅 张灵鹤 陈哲远 邓维 这几位艺人是比较有希望靠带波剧飞声 流量的一批 首先 他们自身条件过硬 尤其是补装扮相受到认可 毕竟 在所有类型的聚集中 孤偶也是最能捧人 的题材之一 而且该豆瓣小组偏爱 孤偶 所以把古偶美男 这一项作为了重要标准 张婉毅在风起霓裳中的表现 邓维在御龙中的造型 真真远的烽火流金路透 包括张灵鹤的苍蓝绝 过往作品中已露出的造型 都是他们能被提名的基础 其次 盘点90后男演员的带波剧和手握资源 他们也是网友横向对比后 发展势头较猛的 张婉毅和邓维都出演了大IP 《长相思》一个是作者认证的官配男主 一个是读者眼中的白月光 男配 出于对班底和主演的信任 不少人看好《长相思》能成为爆款古偶 可接下来三部带波都是古偶的邓维相比 张婉毅属于正剧《古偶两手抓》 一番领先主演的新剧《岁月长星》 坠近了一流主创班底 趁睁眼张灵鹤都演过单改作品 虽然《烽火流金》极星高照 暂时播出无望 但他们凭借路透图屏就已经提前圈粉 加上陆续有作品播出 认知度滚步提升 被爆恋情后 白鹿张灵鹤主演的宁安如梦 还未播出就已经拥有了一批CP粉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这份代报名单也是根据艺人相关舆情 而动态变化的 任何风吹槽动都可能影响网友 对他们的好感度 像张灵鹤、陈哲远、邓维 就有被网友开除 代报的经历 而其他呼声很高的陈飞宇、王安宇、林一等小声 综合来看也都各有优势 但都没能入围豆瓣小组的讨论名单 某几位代报演员所在的古装剧组 据说片场连休息打闹的时间都很少 一有空了都在看剧本 连主演宣传都感慨 从来没见过这么卷的剧组 其实真正能整顿 娱乐圈风气的 不一定是重当谈资的代报演员 但肯定是能卷在提前辈词 卷在谁更能出好作品上的好演员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